康涅迪格州法庭裁定 阴谋论电台节目主持人琼斯因散播不实言论 诽谤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死者家属 需要赔偿9.65亿元 创下全美史上最高的诽谤赔偿金额 综合美联社 华尔街日报及英国美日邮报报道 6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3天审议 12日裁定琼斯面对的指控成立 琼斯需向15名原告赔偿9.65亿元 15名原告包括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 以及8名遇害学童的家属 原告方律师表示 将确保裁决切实执行 当法官宣读赔偿金额后 多名死者家属情绪激动 有人在庭上报头痛哭 也有人感谢陪审团 认为裁决向社会传递了正确讯息 证明任何人都需为言论负责 在枪案中失去6岁女儿的帕克在庭外表示 他身为受害人的父亲 需要让公众了解真相 琼斯未到庭听后判决 只在其资讯站广播平台回应 表示自己以往录制节目时 从来没有提及原告名字 事件只是左派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 琼斯又在节目中要求听众捐款 协助他上诉和办理申请破产事宜 其律师则说赔偿金额高于预期 因此计划上诉 联邦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 共推出三轮纾困金 但国税局和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至今仍有约1000万名符合条件的民众 未领取款项 官方相信 当中包括不少收入较低 无法上网或居无定所的人 因为没有报税而延误了申令 这类民众需在一个月内提交资料 否则将失去福利 综合政府公告及CBS报道 政府问责署在12日发表报告 表示联邦至今已拨出9310亿元 向1.65亿人发放纾困金 但仍有1000万人尚未领款 他们需在下月限期前天投表格 然后获取补助 政府问责署在报告中解释 国税局依靠报税资料审核资格 也从中获取银行账户 家庭地址等信息 符合条件的就会转账或寄出支票 民众尚未领款的原因很多 部分人以往从未报税 有些人没有银行账户或无法使用账户 有些家庭包含移民 成员情况比较复杂 也有人没有固定居所或无法使用互联网 根据地产网站Zillibon 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 南加州房市价格开始下跌 目前的房价比5月份的历史最高水平低了近6% 9月份南加州六个县的房价相比8月份下跌了0.6% 中未价跌至817,316美元 也连续第四个月房价相比上个月下降 专业人士认为 这是自2012年初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据落实报道 Fedimac数据显示 截至上周 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为6.66% 是一年前的两倍多 利率升高时价格为817,316美元的房屋 每月抵押贷款利息增加了近1,500美元 对于许多买家来说 难以负担 很多人放弃买房 决定继续租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